记者秋桥真台北报导 农历春节年菜真秋与各式零食强攻匹位 据研究调查显示 民众在年节期间常见的偏执 吸引是大敌可分为三类 大量摄取高油高胆固醇肉类海鲜的肉食足 拼泡火锅跟汤等高纳料理的火锅狂 以及对零食甜汤毫无抵抗力的甜食孔 陈光健康营养 专科院长赵韩颖 营养师提醒近年健康观念大盛 民众平日饮食大多有所节制 压抑的饮食天好往往在农历春节期间爆发 形成所谓偏直系饮食症候群 过去常见民众年后采用完全不进食 只摄取或是阶段单一营养素等自虐是手段减重 补偿不成反伤身的案例 顺应是补偿饮食原则 针对不同的饮食偏直族群 赵韩颖营养师提出顺应是补偿饮食原则 他说明不同于过去常见的减重方式 顺应是补偿法是根据不同饮食天好 各自的问题点进行营养素补偿 同时因应不同饮食族群的口味喜好 让民众可以透过高鲜豆浆沙拉水果关东煮等方面取得的超商食材 搭配出补偿性餐点提高年后减重的成功率并兼顾健康需求 豆浆富含植物性蛋白是饮品首选 赵韩颖营养师提到 是手无加糖或低糖高鲜豆浆因富含植物性蛋白质与纤维 是年后补偿的饮品首选 若担心不够饱足 肉食族可以 搭配高粒菜卷或关东煮杏爆锅等高鲜食材 平衡高油高蛋白摄取问题同时满足吃肉的欲望 火锅框可以搭配香蕉 巴勒等高甲水果以及海藻沙拉等高点饮食 平衡那摄取过量问题 添食控则可以搭配口感为甜 但又非精致淀粉的地瓜玉米 平衡甜食控糖分与油脂摄取超标的问题 照寒饮营营养师进一步说明 年后顺应是补偿饮食 可以从早餐着手 渐进师入门 透过高鲜食材与多元营养素的搭配 更能达到年后健康补偿的效果 难得有长假 怎能错过各式年菜 珍修与零食立重公关提供零食甜点 控中爱的坚果瓜子 牛亚糖 年糕 红豆甜糖 孔造成糖 与油脂的摄取超标 立重公关提供 火锅狂建议高鲜豆浆搭配香蕉 巴勒等高甲水果 以及海藻沙拉等高点饮食 平衡那摄取过量问题 立重公关提供 明镜下肯网 白衣天 材料